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大家告诉我 同学们 我们的摆放台上盛放的都是些什么样 来 玲玲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鞋子上面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你们家十二生肖里有老鹰 还有孔雀 还有一朵花 来 容儿猜一下 你觉得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手艺人 他是啥样的手艺 涂鸦吧 涂鸦 我们今天录制之前 有一些企业家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状态 喝了咖啡 咖啡当中有的加了糖 有的没加糖 如果没加糖的话呢 你可以到台上来 按照我的动作一样 自己给自己的咖啡加点糖 睁大你们的眼睛 集中你们的注意力 来 全场都看我的鞋头 哇 能舔啊 看起来很好吃 所以这个是拿舌头画的吗 所以这个画是拿舌头画的 可以吃的 稍等一下 我再舔一下 你们看我舌头什么赏啊 好像变色了 好像色了 对 魔鬼糖 这我最怕的是什么的 最怕的是观众里边有一老中医 你看我这舌头 这孩子身体不好啊 这节目挺累啊 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舔的这东西啊 是用一种特殊材质 画在盘子上的 我既然敢用舌头舔 证明这材料呢 是可实用的 到底是什么呢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 我们的本环节展示嘉宾 手艺人刘旭峰 掌声欢迎 各位老板好 主持人好 我叫刘旭峰 来自山西太原 从事餐饮行业 今年26岁 做这行多少年了 做这行的话 有今年第六年了 先来跟大家说说 你这个手艺叫什么 这个手艺的话 叫果酱画 就是咱们面包里面 夹的那个果酱 果酱画 对对对 果酱画 猜到了吗 旭峰 你告诉我 我舔的 这是什么味的果酱 这个是葡萄味的 葡萄味的 对对对 这是什么花 牡丹花 活色天香 活色天香牡丹花